本港正式步入加息週期,市場普遍預料美聯儲今年如下兩次議息會議合共再加息1.25來,2024年前都不會減息。 這意味本港加息週期,仍會持續一段頗長時間。無論買家,業主都要帶穩安全帶。 綜合按揭中介的資料,推薦買家有六招可以減低加息週期的影響。 中原按揭及利家各按揭均提出不少意見給新買家或業主參考,以抵消加息所帶來的衝擊。 首先,銀行開始上條H按封頂息率,及新做按息。 為步伐不一,銀行之間因應一二手物業,不同貸款額,不同客戶提供分層息率及優惠,按揭用家需貨比三家已獲得最佳優惠。 其次,現時按揭計劃普遍提供按揭存款掛勾優惠。 存息與按息一致,用家將日常儲蓄及備用資金存放於高存息戶口,可賺取高存息收入以抵消部分按息支出。 第三,降低按揭本金可折省利息。 隨提早償還部分本金外,市場上另有一款但性較大的按揭存款綜合戶口計劃。 借款人定時將資金存入。有關存款便等同還款直接扣減按揭本金,同步具有縮短還款期之作用。 第四,選用發展商提供的高乘數一案。一般設有初期低息物月期,但買家而及早於息率跳升前瞭解轉案至銀行低息案揭的可行性。 第五,新盤買家選用職工付款計劃。會教建築期付款計劃划算。因後者通常在兩至三年後才上會。 屆時息口上升,壓力測試的入息要求必然增加。或要找擔保人,才能通過銀行要求。 第六,崩樓人士,可善用轉案自制多於三十年的案揭年期。 予以公款兩年,即勝於案揭年期為二十八年。 若這時轉案,再把年期拉長至三十年,貸款額不增加的情況下,每月公款金額會減少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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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